大家在买股票之前都知道要做功课 了解一家上市公司 最有参考价值的就是参考年报 香港上市公司一般要求有两次财务披露 包括中期的业绩和全营业绩 通常在他们的财政年度完结后 两至三个月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文件 但这些文件大大画画都有几百版 大家可能未必知道如何入手 或是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入门方法 第一大家除了要留意盈利和牌试的情况之外 也应该留意整份财务报表 当中包括资产的负债和现金流的情况 也要留意按年变化和行业的比较 从而了解一家公司本身的竞争力 除了数字以外当中的文字也很有参考价值 我们的基金经理和分析员 通常都会留意管理层的讨论及分析 即是MDNA 里面公司通常会回顾和分析 每一个业务板块的情况 而对前景也有一个很好的分享 最后我们都建议大家要留意核素师的意见 和关联交易的情况 从而判断一下整份财务报表的可适性 我还建议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